可以嗎? 可以嗎? 是呀! 謝謝! 夠了! 夠了! 一、二、三、四! 看著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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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麥當! 一、二、三、四! 看著麥當! 站好先拍了! 看著麥當! 不要啊 不如先埋著刀吧 穿太平鞋 各位福利 指引人寄做法 如果我们出现,我们吃 这些标志的时间 不开心,我们来便挂上台 好,怕我先停了,把你搅带上台 好,好,我怕我先买一下 不快事,些我会先来 四川 您想訪問 您別走 您可以訪問 您肅持有想訪問 您是否會訪問 您不想訪問 您可以訪問 您可以訪問 您被報警局所財 您快訪問 您可以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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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 當然了 因為周圍走 放心 好 OK OK 不好意思 Alban 各位傳媒 今天我講的題目就是 人在做 聽在漢 行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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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人在做 天在汉 今天我所邀请的所有人 是没有过够胆出来面对我的 其实我都预料了 其心不正的人 当然不会这么见我 今天我们要一起让香港人在面前出丑多一次 就由香港人雪亮的眼睛来批判他们 第一个问题 我想问邓炳强局长 你接受了电台的访问的时候 陈同佳只不过是完成了洗黑钱罪的复刑 因为他偷了女儿的钱 手提电话和相机的罪行 但是他未就杀人罪 这个这么重罪来是受罢 他现在就可以和其他犯人 一样被判罪出欲后 就可以做更新 做回一个普通的人 陈同佳自己已经公开承认杀了我女儿 晓荣 而且还是他很深思熟类地去 如何去毁施灭绩 回来香港 没有事发生当 如常地生活 家床 拆装 但是特居政府认为这个重犯 随时再会杀人的 陈同佳可以让他通佳走 不重要所有香港人的性命 危害社会的安明 香港已经成功 被成为一个逃犯的天堂 政府负责的官员 收取香港垃圾人 支付他们的人工 他们什么都懒理 台湾说了可以将证据 可以送回来香港 由香港人自己审理 我已经多次写信 给各负责的单位的政府官员 他们一点都不服 要么就说 回信只是什么台湾政治操弄 他们出香港人的粮 应该做回他们的责任 要么在香港审理陈同佳 要么送上飞机去台湾投案 第二个我想问的就是肖扎仪署长 我想去解释一下 为何陈同佳住了安全屋 差不多两年了 警方根据什么机制 来到要保护一个杀人犯呢 现在杀人犯是否会受到警方 仍然是监视的呢 第三点 就是周浩鼎和李慧琼 我只是一个妈妈 不懂得什么叫做政治 我个女儿突然被人谋杀了 当时六神无主 被你花言巧语 骗我说一定会帮到我 我们说很有办法 你们说很有办法 但是最后你们究竟 帮了我什么 我想知道 连电话都不回过 陈同佳出欲后 所有东西都卸给了管目 之后就人间蒸发了 李慧琼 你不是哄我说一定会帮到我吗 去做事吧 麻烦你 和周浩鼎 你做人真的一点都不顶天立地 我在说是你的 这两个人在2019年2月的时候 开记招前一日 告诉我们 有一条条例草案 可以帮到女儿 当时我以为是很有希望 但是太多声音反对修例 我一开始就不断 和周浩鼎说 担心陈同佳 案是做不到的 但是当时政府的态度 是十分之强硬 这两个人 叫我千万不要出来 出声 让他们两个帮女儿 讨回公道就可以了 他们是代表民建团 答应帮我的 觉得他们真是毁了 整个民建年的公信力 真是所谓败坏加声 第四个人 就是管浩明牧师 不知道你是不是 利用勸服陈隆佳 去台湾投案 在你参专的时候 是不是来到厄暴光率 谁知道后来选不了了 以后可以 还以为可以金盘洗手 谁知道被记者追问太多了 自己不过意就爆了出来 说陈隆佳住在安全屋里 搞到政府都不知道 怎样向纳粹人解释 要长期养住这帮大人重犯 陈隆佳 我亲自了解过 你不要再扮 不是问题 现在 当着全香港人面前 全香港人面前 教你为何要致电给特别的电话投案 你不要再扮傻下去 不断 死都说 台湾不批签证 被杀人版陈隆佳投案 你自己反省一下 你自己有没有资格 做一个带领信徒的牧者 第五个人 就是陈隆佳 为什么你要杀了我的女儿 我想问 我相信你有计划去谋杀女儿 旅行前一个月 你负责订台湾机票 为什么一定要选台湾这个地方 我想问 是不是因为你知道台湾和香港 根本是没有引渡条例 我和女儿去台湾去过几次 她每次都是买很少东西回来的 香港最奇怪的一件事就是 旅行最后那晚 特别买了一个很大的旅行行行 回去酒店 真是令我不思其解道 现在都 你偷了我女儿的电话 当晚我怀疑 最后回复 我们的最后那句 都不是女儿亲自来发出来的 而是你杀了她之后 你就没有认识 发出了给我们 来掩饰你杀了我的女儿 最后就说是 陳同佳的父母 你们身为父母 养到个女儿 养到个儿子 养到个儿子 要做杀人犯 还不值得 教个儿子去亲自和受害者 和她的家属来道歉 我想问 你们有没有资格 做人父母 最后 我相信 诺维莹主任 已经是领会到 香港这班官员的办事能力 希望诺主任可以关心一下 我的独身女儿 绕穎的避散案 我今天的主要原因出来 是想问他们这几位的人士 官员 议员 和陈同佳 和她的父母 和管轟名牧师 可惜 他们一个都不敢出来 我都觉得 真的是我意料之内 他们哪有这么胆来面对我 如果他们做的事 是对得着良心 和人在做 天在看 希望他们做每一件事 都是对得着自己的 那他们就可以 敢出来跟我谈 为什么他们不出来 敢跟我说话 怕什么 其实他 我都不明白 到现在 他到底怕什么 我今天所问的事 就问完了 问他们 不知道各位还有什么问题 你也没有提到特首 你也没有提到特首 你觉得自己成为政治局前 两年来过 陈同佳 说要去台湾 都未能成立 你觉得现在 好像要起政府 或者被一些政党 你没有什么人去 我觉得很不幸 因为我是一个妈妈 只是 我也不是一个政治人 我不明白 我为什么要女儿的案件 是会牵涉到政治那里 其实呢 台湾和香港 可以做不到司法活在 又说什么又说什么 为什么不在香港做 始终没试过 为什么不去做呢 我不明白香港特别政府 为什么不去试 也不去做 他害怕的是什么呢 害怕的是司法複吓 追索令 为什么不去试 我不是说过要特事特办的吗 一早已经说过特事特办的了 还有要做了解门路 是一个好像一个协议那样的 为什么他们不肯做呢 连试都不肯试 那就是要他们付出一些努力 因为我们纳税人 给了很多钱出来 他出粮我们都是靠我们的 为什么不去做些东西 帮我们 还有特区政府 就是好像一个角色 就是为人民请命 是一个父母官 为什么不可以帮一个香港人 把香港人杀回香港人的案件呢 是 香港人 是 是 想问一下你 今次这件事 我见你之前就说想邀请周浩 让我们停止出来 其实你有什么想和我们的对策 还有第二就是想问那个电话 就是你说他们有一个专线 可以联合台湾 他们所知这个专线是有什么作用 其实这个电话呢 一早已经公开了 是在 我不记得是去年还是什么时候 其实一早已经公开了 台湾已经那边 是给他们来到打电话过去的 就是一个特别的电话来的 但是他们就没有用到这个电话的 又在自2018年 其实就是说他们要求 台湾那边要求司法部坐那谈 但是一直以来都是没有跟他们谈过的 知不知道会发到什么部份 我想应该是警方那边 就是警方那边 台湾警方那边 是吧 你好 你好 今天和他今天有什么人 是有什么人 他都说有很多信给你说 会中指今天做的回信 其实他回信的内容是怎样的呢 还有他在访问的时候 他说希望台湾可以变成一下你的情况 其实你怎样去看他的回信呢 他的回信就说台湾粗弄政治 主要都是这样的 还有他就说其实司法部坐是不会影响 这个处理这宗杂人案的 那我觉得很surprise 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 但是有些很奇怪的 如果当初他说因为没有司法部坐 才要修例 现在又说台湾就说有一个司法 因为有司法部坐是作为一个藉口 所以他过不了他 那这个我都觉得有个question mark 他就在这里 那他说那我没有练吻一下我的情况 你怎么看他的情况 练吻一下我的情况 其实他在信道就没有说什么练吻我的情况 他跟你说的是不是 我想问 他在这一方的信息 他就说希望他还还还还 他可以认为何他认为何他认为 他认为何他认为何他认为 雙方便一直以來 自2018年 他都是因為寫了一封信 都好像copy的形式而已 說什麼呢 回答都是 因為刑事什麼條例做不到 要不就說沒有司法互助 因為管轄權的問題 都是這幾個問題 內內會不會都是圍繞這個問題而已 其實最重要是香港市民眼睛是雪亮的 我相信他們知道是什麼問題存在 現在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問題 為什麼是做不到這宗案件 其實香港政府又可不可以試一下 因為管轄權的問題 經常都是爭吵管轄權的問題 是現不了的 那就是香港試一下做 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很多法律界和學者都 之前在2019年都建議了不少的方案 他們試都不試就說做不到 我都沒有明白 到現在 我想問一下 其實鄭炳強在專訪那裏就有說 其實都希望中國和台灣聯合一下你的情況 就是准許 你差不多的問題 所以我都是不想回答 你是不是看到他在當面 在外面這樣說 就是希望他希望當局 就被陳人看陰境去接手的話 你怎麼看這個情況呢 還有就是都想問一下 你有沒有聯絡過台灣那方面呢 因為其實現在證據 全部都是在台灣那邊的前後 你現在看到台灣那方面有什麼問題 法律的東西我不知道 我想你問法律的專家才可以回答你 因為我不是讀法律的 我也都不太清楚 我想你要問回他們當事人 為什麼會這樣說 我都不太明白 其實就說 我想這方面我都要想一下才回答你 因為我不清楚法律上的問題 不好意思 你有沒有入市新聞的 我問你什麼要說 去保守財政策的事件 這是第一 第二 你覺得在過去三年 你的妻子的情況 都要用於不同的方式的事件 有關於這個事件嗎 對不起 我聽得不太清楚 再說一次 或者我遲些再回答你 稍後再回答你 這個問題 要看我們台灣傳媒 想問一下 這麼多兩年以來 會不會有些說話想 跟台灣包括蔡英文 或者合約院方面說 可以這麼有效地去解決這件事呢 當然希望 首先香港可以跟台灣協商 這是最重要的 如果大家都不出來 坐出來談 是沒有意思的 經常在那裡爭拗 不斷 首先香港 我想走出第一步 都要跟台灣談才行 連談都不談 協商 怎麼協商呢 那怎麼去簽證呢 怎麼去送他上飛機上呢 我想問 你好 郵件新聞 我想問一下 鄧炳強說 同街是不像台灣成家 如果看他這個網站 是否覺得他真心願意 第二就是 鄧炳強已經說 保安局是沒有角色 你覺得他是否一個普達人的說法 會不會覺得他們驅逑達人 覺得特區政府 還有沒有想解決事情的心呢 那兩位議員 就是民建聯那兩位議員 都是很失望 因為陳同卡出獄之後 他完全是 根本就是不理的 基本上沒有人理我們 基本上 都是找一下古牧師 寫光給古牧師 寫光給古牧師 他是不會跟他們 講關於這件事的 沒有人理的 根本他們已經 那 鄧炳強那裡說 陳同街是要進行 那你覺得陳同街 本日是否真心願意回台灣之後呢 那還有 究竟政府是否想解決事情 的心呢 這件事呢 我想香港人都要看清楚的 我都會 陳同街是真去自首 因為陳同街 我一直以來都沒有走過出來 親自向我道歉 這樣的勇氣都不夠走出來 那是否有人 他講那段事 我都懷疑是否有人控制他 說的 他的錄音帶 還未出來說的 還有跟我們道歉的 我想都是有人幫他量度定 如何控制他 說些甚麼 我都在疑著他 是否出示他心心 你不是說擔心人身安全的 鄧炳強呢 在做傳媒訪問的時候 你有需要可以聯絡警方 你會不會這樣做 我已經要求了 其實我今天來都很害怕的 我告訴你 我已經要求了 保安局那邊做人身安全 因為我都很害怕的 因為一個人 一個殺人犯 自由自在 可以到處走的 還有我經常批評陳同街 你以為我不害怕 我的人身安全 是一個重犯來的 一個殺人棄屍班 就是一個普通犯 不是就是這樣 偷了人的東西就算了 他說 服刑就是偷了人就算了 這件事 大家 香港市民去想想 看看他說的話 是否真的 警方現在提供人身安全 給你 有甚麼時候可以做 No 所以你說要求了 我要求了 他沒有做任何事 不是 前日還是昨天 我已經要求他 因為我出了這個邀請信 我都發了邀請信給他們 但他們沒有做過任何事 亦都沒有跟我說過任何事 說保護我 我要求人身保護的 是有做過這件事 這是我剛才所說的事 就是 他們怎會沒有角色 他們 受納粹人的身水 他們又不做事 怎會沒有角色 香港沒有角色 香港可以做很多事 香港都沒有試過 就說沒有角色不做事 剛才就說了 可以在香港審的 為何不去試一下 其實可以試一下 都不做 你可以去開創仙河 雖然香港沒有 但你可以特事特辦 這個香港人殺 香港人是史無前例 香港第一單是這樣 以前你有沒有找過歷史 有沒有香港人殺香港人在台灣 我想知道 你找過歷史有沒有 是跟這種案子一模一樣 沒有 那就是 為何不去試做 連試都不試就說做不到 那你是不是一個 如果一個有為的 和一個有責任的政府 就應該去做 來幫市民 去解決 民生的問題 和殺人案的問題 這件事 下次再回應你了 因為其實 香港也是有責任的 可以做很多事 而看看香港是做不到 和雙方都希望他們 分歧可以來解決 那個死結來解決 不要再拖下去 其實受害者我們真的很慘 每天都是看著做不到這宗案 而女兒就 不可以沉冤得輸 永遠都是這樣 拖下去 我們真的很辛苦 真是 幾難才養了一個女兒十歲 但是 這個政府 一點都不做 一點就由公牧師來負責 公牧師只是一個代言 是代言陳同佳 和處處都是保護陳同佳 其實我都想問問 公牧 她有沒有真心幫過女兒呢 女兒其實 一樣是聖工會的學生 和她做的事 真是要對得她的信徒 因為她是帶領一個 全部的信徒看著做事的 她做的事一定要對得住良心 和真是為了 女兒來解決這個殺人案 陳同佳可以盡快來得到 殺人上得到審判 雙兒才得以貢獻 女兒才可以死得命無 這裏是一個受害者家屬的 一個很低微的要求 我們很希望特區政府 可以用回來的初心來幫我們 不要一年復一年 我們等了四年了 陳同佳快要出獄兩年了 還有兩天了 23日 就出獄了兩年 我們每天都很心痛 都懷念了 女兒 希望她做多些事 不是甚麼做不到的 為甚麼不肯做呢 跟台灣真的去談一下 再不是就在香港審 你連做都不試 那為甚麼在香港審 我想問 試一下吧 我相信總會有方法解決 其實有很多學者和法律界 都提供了不少的方案 為甚麼連她早都不做 我到現在都不明白 那媽媽 是門材媒體的 剛才你提及聖公會的公錄 那我想問一下 其實有沒有向聖公會的大主教 都承諾呢 你既然你的女兒都是聖公會的 但大主教是哪位 現在真是大主教成陳那個 我們就沒有的 因為代言人是管浩明 而兩位立法會議員 都是叫我們 主要都是找管浩明 因為他們不理的了 全部都是由管浩明 管浩明來代言人的 代陳同佳的 有甚麼都要找她的 現在兩個立法會議員都不幫你了 那你會不會改變一下 這個主要委員會的動法呢 那現在就是甚麼 直接自己出來都要 都沒有人幫到你根本 誰可以幫到你 我想問 不如你選我吧 誰可以幫到我們 我反問你 誰現在可以幫到我們 我剛才有毛錢 想問一下 其實實際方法上 你剛才就說想香港政府特事特辦 其實你又沒有問 譬如律師或司法界一些人的意見 譬如證據 那些都是在台灣方面的 可以實際上這件事可以怎樣處理 如果台灣方面不中的話 還有就是想問一下 你剛才也有說過 前面那幾個 即是不同的人士的不足 做得不正的地方 但是為甚麼沒有覺得台灣 那方面應該要做些甚麼呢 即是有沒有指望 或期望他們那方面可以做些甚麼 直接解決這件事 將社會解決 其實台灣都說過先協章 然後才可以簽證 那香港政府為甚麼不做呢 不跟我們談呢 你第一前提就是大家先談 連坐下談都不肯談 或者電話談都不肯談 那怎樣做呢 做些些甚麼呢 我想問 可以做些些甚麼呢 我想問一下 我想問一下 如果這個事是為了解決嗎 我們這些事是為了解決 如果這個事是為了解決 你覺得最後你的事會這樣為了解決 你覺得最後這些事是有甚麼方法可以解決 方法解決就是要香港特區政府去特使特辦 以及要想一下是甚麼方案 他們的官員每個都是坐在這裏 不好意思 我想那個時間差不多了 很感謝你們來做這個記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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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用力的 你用力的 你用力的 可能是 好 这就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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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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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就不可以沉冤得雪 永遠都是這樣 拖下去 你真的很辛苦 今天的題目就是 人在做 天在漢 今天我邀請的所有人 是沒有夠膽出來面對我的 其實我都已經預料了 其心不正的人 當然不會這樣見我 鄧炳強局長 他們什麼都懶理 我已經多次寫信給各負責的單位的政府官員 他們一點都不服 要麼就說 迴信只是什麼台灣政治操弄 他們出香港人的糧 應該做回他們的責任 蕭澤儀署長 我想去解釋一下 為什麼陳同佳住了安全屋 差不多兩年了 警方根據什麼機制 來保護一個殺人犯呢 香港被邀請的官員沒有免獻他 你怎麼回應 要向中國台灣 叫他不要再政治操弄 我們要清楚告訴中國台灣 你做什麼都改變不了 台灣就是中國一部分 周浩鼎和李慧琼 連電話都不回覆 陳同佳出獄後 所有東西都寫給了管務 之後就人間蒸發了 太多聲音反對修例 我一開始就不斷跟周浩鼎說 擔心陳同佳案是做不到的 這兩個人叫我千萬不要出來 出聲 不好意思 為什麼老腰沒有答應歡媽媽的會面 我回應了 李慧琼 公務司只是有一個代言 是代言陳同佳 她有沒有真心幫過女兒呢 我女兒其實一樣是聖工會的學生 最後就說是陳同佳的父母 我想問你們有沒有資格做人父母呢 說得多最近 我會尿充火的學生 我可以尿充火的學生 我非要找來 我也是工夫 我就是很忙的 我是因為螢子